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我外婆去世了 在高比仪式上面我妈妈哭得非常的伤心 情绪几乎失控掉 当时的四姨姐姐非常的温柔 她很好的去安抚了我妈妈的情绪 当时的那个画面也让我感觉很感动 在高考填制人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也去做一个用温柔抚平伤痛的人 画面中正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何走上病葬行业的学生 名为温丽娜 来自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病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她告诉记者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 她感到自己的职业具有让适者安息 生者安心的重要意义 以深深爱上这份工作的她 未来也将坚定地在病葬行业走下去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观念的转变 有越来越多学生和温丽娜一样 选择学习病葬专业 作为中国最早开办病葬教育专业的院巧之一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病医学院 设有现代病葬技术与管理 病葬设备维护技术 灵源服务与管理等多个专业方向 并开办了病葬文化学 书法基础 活化机维修技术等相关课程 提升学生专业素养 来自山西的王文洛 是该校现代病葬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大一学生 她告诉记者 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要大量学习各类相关知识 从而尊重死亡 敬畏生命 来自河北的李家珍 是王文洛的同班同学 抱着能为家乡病葬行业 尽一份力的想法 来自进行专业学习 她介绍 除了在校上课 班上同学都会利用假期 去病理馆灵源实习 实习期间 他们便常常需要轮夜班 解决和他人接触期间 发生的各种问题 我发现病葬专业相较于适者而言 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生者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 尊重适者 尊重生者 无论他们以什么状态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都要抱以平等同情的心态去对待他们 然后其次就是专业能力 最后一定要有的就是同理性 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去抚慰他们 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正式死亡这件事情 对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病誉学院院长谭泽金表示 近年来生态葬理念渐入人心 让缅怀亲人变得更温馨 不少学生都在家长的支持下 学习病誉专业 但专业人才缺口仍然非常大 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我们是百分之百 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 一个人可能他要对应十几二十家单位 所以他有挑选 有很大的挑选的余地 很多老百姓说 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暴力行业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规范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是相当规范的 工资这一块 只是因为行业的特殊性 比当地其他岗位的工资 是会稍微高一点 但也不是说高得很离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